书接上文 我们说女7男8 女子7岁换牙 发更长 男子是8岁 女孩发育比较早 所以说你发现女孩为什么从小那么厉害 然后7749女人绝经 男人是8864 可能才不能生小孩 那现在人寿命长了 勉强 我用勉强两个字 大家去想 为什么 他35过了35 他还是生育 还是不建议 就是说各方面 还是要多注意 以前可能就是2128 是吧 但是现在社会环境各方面压力比较大 这个社会也比较乱一点 我们说八最重要的是八卦 自然界天地水火雷锋山泽 无非就是这八种东西 你去看嘛 到哪去旅游 还有没有别的 就是看这些 所以你乱转也没有意思 但是没有经历过亲身体悟的 还是有助于提升自己的格局的 包括真正能吸收一点天地的灵气也是好的 就是这些东西的组合 我们他说天我们叫钱 地叫坤 为什么不叫这几个字 因为他这个东西 他还可以代表其他的万事万物 所以说不只是天地 是吧 不只是这些 然后这个八呢 我们说一经就是八卦 八卦就是一经 为什么敢这么强 一经是不是讲的六十四卦 那六十四卦是不是由八卦组成的 那就是了嘛 然后再往下分 八卦你可以分成 它是阴阳窑变成的吧 也就是阴阳二气 还是阴阳 那你讲三才也可以 一经是六十四卦 三才三个两个窑 是吧 就是合成六窑 然后他的这种排序呢 又组成了五行的这个顺序 所以跟五行阴阳五行又有关系 所以八十万物不离阴阳五行 也不离阴阳八卦 它虽然是两个系统 但是结合的 这个八卦每一个卦 代表一个五行 其中两个卦是同样的五行 这就是行器之术 水火旺在气 然后金木土旺在行 静下来就是八卦之像 动起来就是五行 我们来看待的 因此不离是一层的 是三六五行 然后我们从来 柄之后 一天